波兰作家莱蒙特说 一切事物都是有顺序的 如果没有顺序 那就会出错 就像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需要先设计后雕琢 一幅好的山水画 需要先勾勒后填墨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同样也讲究一定的虚位 如果社交的顺序搞反了 就会产生很多麻烦 甚至导致关系破裂 在这世上 无论与谁相处 都不能乱了顺序 一先了解 在交心 马卫都曾在书中讲过一个故事 一位女生 刚参加工作就认识了一位大姐 对她照顾有加 她自然也对大姐深信不疑 无话不说 自己的恋爱史 曾经的糗事 甚至对同事 领导的看法 她都告诉了大姐 到了年底 职位平优时 两人有了竞争关系 她昔日的话语 自然成了对方攻击她的武器 古语有言 世间海水之深浅 唯有人心难存量 与人出相识 话只说三分 不可全抛一片心 你内心的伤痕 到了别人那里 或许成了饭后的谈资 你无心的言论 日后或许就成为 别人攻击你的证据 交浅延伸 君子所见 先了解其为人 再考虑话说几分 始终遵循一个合理的顺序 才能不辜负他人 亦不伤害自己 二先倾听 再表达还同问 为何寺院里 佛像的耳朵都很大 嘴巴却很小 知者答 因为佛家人懂得 倾听比表达更为重要 细品确实如此 很多时候 你说的越多 别人越听不进去 甚至越反感 但当你给到别人更多时间 去表达他们自己的所思 所想 所感时 你就已经获得了别人的好感 蔡康永的说话之道中 讲过一个故事 节目组要采访一个老人 但老人很难缠 一直不肯配合采访 蔡康永来到老人家中 没有提采访的事情 也没有说节目组的要求 只是陪老人聊聊天 听老人讲自己的光辉历史 说刻骨铭心的往事时 他身体前倾 目光和煦 时刻关注老人的眼神 随着老人的情感冲浪而起伏 老人高兴 他抱一微笑 老人悲哀 他垂下眼帘 老人久久沉默 他也坚口不语 老人话说完 蔡康永才提及采访的事情 没想到一向固执的老人 立刻就同意了拍摄 有一句话说 只有很好的倾听别人的 才能更好的说出自己的 如果你有求于人 那就先学会倾听 这个过程会迅速拉近你与他人之间的距离 一旦别人觉得跟你相处很舒服 许多事情 自然就可以迎刃而解 三 先升职 在混圈作家连乐讲过一个观点 社交最后都得回归个人价值 但很多人看不透这点 他们苦心经营各种关系 最后有时相求别人时 却吃到了许多闭门羹 所以 在你的价值未建立之前 不要浪费精力在圈子上 若自身没有交换价值 一切社交都是无效的 沈从文年轻时 报考燕京大学被录取 又没有经济来源 只能在北京大学旁听 他很想和那些文艺青年拉近关系 经常以朋友的事为先 对别人的要求有求必应 聚会活动也是随叫随到 可当他迟迟拿不出像样的作品 落魄到没钱吃饭时 奚落他的 也正是他费心取悦的那些人 后来他的文章终于在《晨报》上刊发 得到徐志摩的赏识 徐志摩又将他举荐给胡适 他得以被推荐去当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讲师 随着名气变大 沈从文也慢慢结交到了很多文坛上的重量级朋友 我们常说的人脉 其实是一场旗鼓相当的利益交换 你有本事为别人撑伞遮雨 别人自会为你铺路架桥 正确的交友逻辑 事先升职自己 再吸引人脉 人脉如网 只有把自己修炼强大了 网才能越知越广 越知越牢 似先筛选 在靠近财经作家何宇 在北京工作时 经朋友介绍 他结识了一位同校学弟 了解到学弟没有工作 还内推他到自己上班的地方工作 可入职后 学弟热衷社交 工作整日摸鱼 何宇多次劝他上进 学弟却不以为意 仍旧我行我素 眼看学弟不能完成考核 何宇还特地留在公司帮他 回头一看 学弟却在偷偷打游戏 最终 学弟还是被公司辞退 领导已对何宇多有怨言 几年后 何宇在北京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 那位学弟想到他公司上班 何宇想到之前对他的无效改造 二话不说就拒绝了 查理芒格说 人们常常埋怨对方不肯变好 却很少反思自己挑人的眼光不行 有些人你一开始选错了 无论再怎么努力 都无法让他变成对的人 与其费力改变 不如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筛选规则 把合适的人从人群中筛选出来 远胜于把不合适的人改造好 五仙小人 后君子作家吴君在《格局一书》中说 避免合作性关系破裂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将丑话说在前面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所谓亲兄弟 明算账 与人交往 凡事牵扯到利益问题 我们都应该先小人后君子 去年我们家店铺翻修 父亲把所有东西都承包给了我的一个表弟 因为父亲原本就了解过行情 知道大概价格 再加上亲戚关系 就没有谈论费用 没想到装修结束后 费用比预算高出一倍还多 表弟还耍无赖说 用的都是最好的材料 父亲从别人口中得知 表弟在中间捞了好处 爱于情面 只能吃了这次哑巴亏 其实如果一开始就澄清利益关系 白纸黑字签上合同 后续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 和任何人相处 都要先小人 后君子先小人 就是先把利益得失讲清楚 一是一 二是二 不给双方留下可以钻的空子 后君子 就是在谈好利益问题之后 再谈情意 把丑话说在前 永远好过把麻烦留在后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 人的一切烦恼 皆源于人际关系 关系一旦颠倒或错乱 生活就会失序 烦恼与问题也就接踵而来 遵循这五个人际相处的基本顺序 你才能经营好 舒适自在的关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